在本期视频中 小包和教练弹变形成了蚊子 身体缩小了十倍 并且获得了各种蚊子的能力 而世界上的其他怪物也获得了增强 左站的怪物难度系续会逐渐增加 直到变成最难的等级 那么小包和教练弹该如何生存下去呢 点赞过一万五 原地螺旋开坑 谢谢老板 OK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生存啊 在开始生存之前我们要先撸一点木头 可以看到我们变成蚊子之后的血量特别的少 只有五颗星 而且虽然我们变小了 但是我们撸木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我们是吃蚊子 并且我们对其他生物的攻击 可以造成持续的中毒效果 非常的变态 然后我们在变成蚊子的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东西的 因为我们蚊子是一种吸血的动物 我们想要获得保时度的话 就必须去打其他的动物才可以 就比如这个蚊子 我们去吸他的血 一边打我们可以一边回保时度 哦还真是 我的保时度在狂加 哦快加满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哇这个模组有点厉害好吧 我们直接化身成了一只蚊子 获得了蚊子的所有特性 哎我们不用再打动物了 你怎么还在打动物 我不是还没吸满吗 不要欺负小动物 哎我们去吸村民的血 变成蚊子吸村民的血 吸动物的血干嘛呀 不能欺负村民啊 我要吸冷血 我要吸冷血 吸这个动物的血 没有我去找村庄去吧 是人话吗 万物皆有灵 除了胶岩蛋这只蚊子 在我们这个模组里面 我们还加了一个枣子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做 就小型的蚊子窝 你看你看我做穿了 你看看看这是什么 哎你看 哎你打我 哇你打我怎么会中毒 中毒 怎么打蚊子也会中毒啊 哎我能吸血 小猫我能吸血 我要吸吸吸 别打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小猫我给你看个宝贝 来 哎我们可以挖 可以挖这个小方块你看见没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枣子 给自己建一些小家 像那种比较大型的怪物 就进不来 哎到时候遇到怪物的话 我们就直接找一个洞啊 可以钻进去 到时候如果后面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 建一个家啊 还是很好的 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底下的这些怪物 他们手上都拿了一些 很奇怪的东西 你看这个小白 手上拿了个岩浆头 哇他还拿了一个 附魔的斧头 这边有个僵尸啊 哇这个怪物僵尊增强了 我们打这个小僵尸 也可以回复宝石度 小猫我要饿死了 小猫我不行了 我要先去前面那个村庄 回复一下宝石度 我要饿死了 我要饿死了 你怎么被墨影人杀死了呀 快TP我TP我 找一下村民 哎我这里有个缝 你看我这里有个缝 你看我们可以直接 从这个缝钻过去 哦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小黑在门口守我 怎么办 我过不去 哎我钻进来了 我钻进来了 我也钻进来了 我也钻进来了 吸一下血吸一下血 哎僵尸在敲门 他在敲门 哎怎么办怎么办 马上就进来了 哎怎么有怪物进来了 这怪物会敲门 这怪物会敲门 哎看看铁灰蕾的血 可不可以吸 这铁灰蕾正在 冲着我冲着我冲过来 吸 哎呀我也吸到他了 你人呢 哎你快过来 我一个人打不了他 旁边有小白在射我 等一下我给小白射死了 怎么办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这个是这些僵尸跑到水里之后 你看见没有 他们骑着一个守卫者 哇这么厉害吗 而且我发现我好像进不了水里呀 我们蚊子是不能进水的 会被水给淹死 我一进水就扣血 哦还真是还真是 怎么办 先把这个铁哥给杀了 啊 文字大军发起进攻 哎完了铁盔 他进水里了 他的铁掉水里了 啊啊完了 哎你看这僵尸 骑着守卫者 哇我去把这个铁剪了 我走了 铁在我身上 快跑快跑 快撤啊小宝 哇好危险啊 快跑快跑快跑 他们可以骑着鱼飞就离谱 哇我们刚才经过一晚上的激战 我们肚子非常的饿 刚好的话 这边有一颗村民躺在床上睡觉啊 特别的真实小宝 我们现在是蚊子是啊 吸一下他血 吸一下他血 我们在他们身边 唉唉唉唉 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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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几下就把这个村民ват死了好吧 柳干了 这个村民体质太弱了 把这个村子的村民 血全部都吸掉 来小宝 来来吸吸吸 一起共享美食 他跑了他跑了 一起共享美食小包 来 再给你留一口 给你留一口 哇 很好 这还有个小的 小的也不要忘了 这里还有一只 还有一只 哎 怎么吸了一口就死了 哇 哇 快跑快跑快跑 我帮你吸它 我帮你吸它 我去 哇 小白 小白也可以吸 小白哪来的血呀 吸骨髓 我们吸骨髓好吧 哇 我被打一下之后 直接没血了 快跑快跑 哎 你看我刚刚按了一下G 我好像身上能力突然被激活了 我身上有速度 力量还有抗性提升 哦 哦 还真是 我可以释放技能 对 它可以把我们之前吸到的那些血 全都不都释放出来 变成自己的能力 哇 文字侠好吧 文字侠 哇 我要 我快没血了 我吸一下这个绵羊 吸点血出来 这边有铁盔脸 把这个铁盔脸一起干了吧 弄点铁嘛 你快打它呀 哎 死了死了死了 哇 十个铁 我现在实在有十个铁了小包 我们可以做点工具了 OK 我们记一下 把这个村民的坐标 我截图一下 然后我们到时候 过来把这些村民给围惧到一起 做一个吸血场 呵呵 怎么能吸血场呢 我们不是压榨他们的资本家好吧 我们是文字啊 不是资本家 但这样有没有工作台啊 我现在只有木棍 我没木头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你在哪 你在哪 我在你左边 你左边 我刚才从那边 我看到了 来来来 走走 这里有个小洞 我们可以挖点石头 来来来来来来 哎 又有小白 又有小白 我们两个人把他干了 小包 干他吗 我有盾牌 我有盾牌 我在前面给你挡伤害 你快点上去打他小包 你挡他 你挡他 我在挡 我在挡 他开始打我了 他开始打我了 揍他揍他 他死了死了 nice 漂亮漂亮 那我们现在去找个钻石吧 要不要用一下那个定位法 哦 这边还有一个岩浆 岩浆 这个岩浆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下 我们靠近岩浆好像 哇 我们被增强了 小包 你看 哦 我知道了 因为我们的趋光性 我们在靠近光的时候会获得额外的buff加成 非常的牛逼 哦 哪里手上好像没用 插地上 哦 插地上可以 我们靠近他们的时候 这样就有buff效果 哎 我们要找个河流不 去用一下钻石定位法 可以可以可以 哎 这里有一个 我这有 我这有 哎 对对对 就这个就这个 哎 不对啊 但是我们下不了水啊 我们不能碰水啊 哎呀 这很简单 来来来来来 我之前带了个门好吧 一下水都不能碰到 太难了 我们还得把顶上挡住 不然水会流进去 你你你下去我帮你挡 你下去我帮你挡 那你怎么 那你踢进来吧 快快快快 帮你挡了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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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来了 完美配合 我下来了 完美配合 完美配合 我小包 我需要回一下保湿度 我没有保湿度了 那你要打我吗 你要吸 啊 吸同类的血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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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吸要死了我已经没血了 没事我再让你吸一下我们是泳动机 等等等等 我再给你吸一下 你加上来了吗 我加上来我加上来你再吸一下 空手吸空手吸 泳动机好吗好了吧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泳动机 那你不是又掉到一滴血了 然后又可以回上来我保湿度是满的 我满了我满了我又满了你可以打我了你可以吸我了 OKOKOK 好了好了好了我保湿度就掉了 好了好了好了 哎算了怎么感觉滚不回来 感觉滚不回来 没有我还是半滴血不太行不太行 这这波有81.25%的几率挖到钻石好吧 哦有青金石 青金石也可以定位青金石有定位法 我们的青金石Z轴减三的方向可以挖到钻石 哦找到了找到了 耶有钻石了 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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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快过来有钻石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来就在这顶上 头顶头顶头顶 哦看到了 哇这方法厉害呀小包 观众朋友们把666打在弹幕上好吧 太强了 怎么说八个钻石怎么说 给我做一个胸甲刚刚好 怎么能这样呢 不是这两个钻石稿吗 钻石稿有什么用 两个钻石稿一个附魔台呀 那你就做八个钻石铲吧 哎可以八个钻石铲 工作台放出来 等会我现在这边吸点血 这边有很多蝙蝠 吸蝙蝠 我吸蝙蝠的血 到底你是蝙蝠还是他是蝙蝠 我才是蝙蝠 这蝙蝠飞的没有快 哎吸吸吸 我马上就能吸满了 小包你快过来 我这边发现了一个岛 很适合我们之后 在这个岛上面 建造这个防御的壁垒 哦这个岛 诶周围什么怪都没有 OK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吧 我们下期的话 就在这里建一个房子 然后在这边 搞一个那个什么 村民的集中雪库 再生些小村民什么的 我们就可以有无限的血缘了 不过开系列的时候 数据一直不是很好 如果本期视频的点赞 超过一万五 我们就正式开坑 好吧那我是小包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是娇怨蛋 一定要关注我们哦 关注我们 拜拜 拜拜 在上期视频中 小包和娇怨蛋变成了蚊子 不过由于我们不能吃食物 只能吸血 所以我们这次决定建一个 可以循环利用的雪库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两万 火速更新下一期 谢谢老板 上期的话我是在矿洞里面 弄了很多的铁啊 然后现在我们先把这些铁烧一烧 然后等一下再去找羊 去做一些床 用来进行我们的村民繁殖大业 前面有好多的羊小包 OK我来了我来了 我们凡是侧面的话 需要用到很多很多的羊毛 诶那我觉得要用剪刀呀 剪刀的话能剪出更多的羊毛来 哦对我们好像把羊肉拿了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吃不了 对啊所以说打他也没有用啊 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可持续发展对吧 诶这里还有个小黑 要不把这个小黑干了吧 我坐了个船 然后呢 可以卡他卡他 诶他跑了 他跑了 他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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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在这边 在这边 快快快快快快 诶我直接勾引他 我直接看他 你可以在我脚底下放 你在我脚底下放 OKOKOK 他打不到我 OKOK 好了好了好了 受死吧 揍他揍他 你不是村庄英雄吗 在雪库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用 他们雪库还有医疗用途 就比如他们生病了什么的 可以互相献血 你不配是村庄英雄 诶我们还得弄点小麦 你打一下地上的种子吧 因为我们要给他弄点面包 让他们繁殖的 等会还得种一下钱 OK现在我们是又回到了上期的这个村庄里面 先来建一个传送点 突然想到我们可以直接在村庄里面拿种子吗 还是非常方便的 诶快快快 把干草快拿一下 我们的雪库即将建成 我先去他们家里看看有没有 啊家里有床 家里床可以借用一下 诶对对对一起拿走 什么叫借用 这叫充工好吧 反正他们去那边还是要睡的 都是给他们准备的 哇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那个岛距离 我们这个村庄实在太远了 我们想要移村民的话移很久 我们要在附近找下 有没有别的岛 诶小胞我跟你讲 我们从这个海域好像是可以 一直开开到我们那个岛的 就是有点远而已 但是是可以开过去的 哇这个村民太大了好党视野啊 对啊我给你指路小胞 往前往前往前 我把你这里挖了 让你往前 我无意了 我这个视角 我整个人被塞在船底了都 对你往前快 滑出去了吗滑出去了吗 滑出去了滑出去 滑出去了滑出去 左转左转 左转 往左一点 右边一点 右边一点要撞了要撞了 右边右边右边 右转 老司机给你指路好往前往前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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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了吗 下水了吗 快了快了快了下了下了下了 下水了下水了 OKOKOK 好好好 好好好 麻烦 在哪个方向在哪个方向 往左往左往左 你开错了往左 这边这边 只能给你指路了一趟一趟来 这里吗 对往前往前往前 啊这边有个小隧道是吗 小隧道 对对我小隧道进去进去进去 我的小地图上可以看到 我还看到了僵尸 我好像看到了海底的沉船 还是什么的结构 这是沉船 这就是沉船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我们现在下去不了 我们不能进水 快快那你跟着我走 你跟着我走 我给你指路 在这个海上就好开很多了 我可以看地图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 救救你前面 救你前面 是这个吧 是我面前这个吧 是这个是这个 下下下 小包跟你讲一个坏消息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赶紧把这个村民运上来吧 要不然 我觉得这里还要搞一个防御措施啊 不然的话这个僵尸 他是会直接游过来的 对啊 他们会成守卫者的 我们得先做点墙什么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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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边砍点树吧 然后呢 搞一个围墙先啊 先搞一个围墙 小包你快想办法把它弄上来 天已经要黑下来 我可以把它弄上来 我有床 他会上去 我直接放床了 直接放床了 行行行 我赶紧给他 把这个把树给他录一点 完了 有溺石 溺石上来了 溺石给他干了 不要让他打我们村民 快堵快堵上快堵上 被我打死了 被我打死了 OKOK 我现在有很 有几个床我看一下 溺石也是加强的 飞进来了 飞进来了 他怎么会飞呀 快快快把顶给他封了 把顶给他封了小包 哦我知道了 这个溺石在睡 哇他坐着这个守卫者就跳上来了 天呐 你你你保护这 你保护一下 我来搭我来搭 你快保护快保护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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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又来了又来了 哇钻石假的 哇靠 哇他在 他在跟我疯狂跳跃 打 诶打死了 诶我们不能做门 做门会被他们敲掉 我们得做个 火板门从顶上下来 OK 哦可以可以 哇这是天窗 这是天窗 可以的 诶这样村民也出不来 呃完美 我们也睡一觉吧 哇我们两个这么小的人睡一个大床 睡觉睡觉 哈哈哈哈 怎么了怎么了 你是悬空的 然后呢又很小 只躺在枕头上 啊然后我们的田的话 就直接在家里面开一个口子 然后种在家里面 啊非常的方便 诶那这个村民掉下去 他上不来了 怎么好笨啊这个村民 哇做了11个床 我们可以生好多村民啊这个地方 终极繁殖子弟 哇这可以繁殖好多村民啊 我们这个地方 哇可以可以可以 哇我这边也带了很多泥土过来 OK我有小麦种子 你有骨头吗 这怪这么强 你让我去打骨头 哪来的骨头 观众朋友们啊 刚刚我们家的那只村民 在我们装修的过程中 一不小心受了一点轻伤 他去别的地方休养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抓两只村民回家 太对了太对了 大家你先把他运出去 往左转左转 左边有一个小凤 你先你先把他运到水里 然后我再把他运到水里 好直走 哦直走就行了 然后你帮我指挥一下 哎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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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里前进 哎往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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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往左 快往左 你要掉下去了 你要掉下去了 OKOK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哎我能看到一点了 我们坐在这个车的前面的话 是稍微可以看到一点点水的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出去了 一千年以后 哇快点快点快快进去 晚上了晚上了快进去 快进去快进去 快把村民放进去 我们现在走上角怪我难度都已经到8.9了 对啊 超级变态 对我往这里面放点面包 他可能就过来了 好小的面包 丢出去的面包 也太小了 再放一点再放一点再放一点 哇 他们睡觉了他们睡觉了 快关门快关门 关门了关门了 哎这个村民们捡了我的小面包 他们等会就要繁殖了 他们吃饱了我们也就吃饱了 哈哈哈哈 睡觉睡觉 睡觉睡觉 然后我们也睡 哇已经难度变成9.3了 越来越变塌了 哎他们哎繁殖了繁殖了 繁殖了看见了吧 哎有小村民了 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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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漂亮 哎这几个角落的种子种不了 为什么呀 就离谱 啊光线亮度不够我的哥哥 哦可以了 怎么样 我的世界冷知识好吧 可以 我不剪 我不剪这段 哇靠 包哥 你一定要剪进来 这样子显得温柔 学问 哈哈 我的世界高玩 哈哈 OK那么观众朋友们 现在村民的食物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自己的食物也已经有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等这些村民的数量 逐渐逐渐繁殖起来 我们现在自己的话 先去赶一下生存的进度 我和蛋蛋去找一下地狱传送门 我们去一下地狱 找一下地狱 找一下地狱堡垒 哇好多岩浆池啊 就在我们刚刚那个村庄旁边就有一个 我先交一个地狱门出来 哇好奇怪啊 这样子交地狱门 感觉自己好矮 打火石没有 有没有杀力啊 我没有打火石啊 门是已经正好了 点不了火 现在 这边有个峡谷 这峡谷里 哎峡谷里有 来了来了来了 打火石来喽 你有铁吧你有铁吧 有 点 OK 走吧走吧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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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兄弟们 你们看这个地狱 这个地狱里的怪会直接对你发起 无尾冲锋看见没 他直接就向你进攻了 哎他都不需要仇恨吗 哇这猪人 手上还拿稿子 双手持武器 OK 哇这个猪头还带个钻石头盔 哇你看这边这个小黑 小黑居然都穿着衣服 这不是小黑 凋零骷髅居然都穿着衣服 但是防御力也不是很高 防御力也不是很高 哎死了 哎有骨头 我们可以拿他掉骨头 来找下 哎这里有练人 这里有练人 来来来 哎我捡到了一个 哎记得可以给自己放技能 放技能两刀砍一个 哎你捡到了吗 你捡到了吗 我捡到两个了 我们还能边打边吸血 这能力太强了 我们这真的感觉挺强的 边打边吸 哎我我又打到一个 我又打到一个 走走走走 快走快走快走 OK那么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该准备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墨影珍珠了啊 不过这个墨影珍珠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去地狱 找那个珠灵交易 还有一个就是在主世界 找我们这些雪包来找他们交易 不过找他们交易的话 就是我们打了他之后 他们价格会翻倍 而在地狱的话 那些珠灵就是很凶悍 他们会主动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要找村民的可以扣个1 要找珠灵的话可以扣个2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2万 火速更新下一期 那么这里是 从来不切入侧面的小包 我是焦炎蛋 记得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